小兰拿成绩单回来了 考了多少份 下庄火爆 李凤梅忙到晚上九点才关门 正好过来接刘子涛 刘子涛在与奶奶家住的那几天 这一老一哨是咋相处的没人知道 可刘子涛现在放学就喜欢往于奶奶家跑 于奶奶嘴上嫌弃 也没真把刘子涛丢出去 刚好这几天生意忙 李凤梅就厚着脸皮托与奶奶 再帮忙照看几天 今天李凤梅也记挂着预考成绩 进门不看儿子 先问的是分数 刘芬拿到成绩单都几个小时了 被嫂子一叫才回过神道 嫂子你掐我下 李凤梅才不客气 真的捏了刘芬的胳膊 又问你倒是说啊 考得好不好 好痛 看来不是在做梦 刘芬把成绩单递给李凤梅到 说是考了全是第一名 565分意味着啥刘芬是不懂 全是第一能不懂吗 如果全是第一都考不上大学 岂不是说凤贤是今年高考 要挂临鸭蛋 全是第一 一张薄薄的成绩单 李凤梅觉得比他家 所有存款的分量都要重 第一啊 这是他外甥女考出来的成绩吗 这孩子 咋动不动就给人惊喜 太欢喜了 连他这个当舅妈的 都不知道要做啥反应 难怪起码刘芬要发愣 李凤梅把成绩单看了又看 重重一拍大腿道 我得给涛涛他爸拍电报 这个消息一定要告诉他 刘勇还在京城装房子呢 要不是多了邵光荣的单子 他也该返回商都了 三月中旬去的 这都超过了两个月 李凤梅很是惦念自家男人 不过也没总打搅刘勇 怕他担心家里 这事儿却不同 告诉刘勇他也只会高兴 夏小兰拦不住高兴的两人 拍电报就拍电报吧 预考不等于高考 但预考也让夏小兰 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考不考第一名并不重要 如果考第一能让身边的人更高兴 夏小兰会尽力去争取 嗡嗡嗡 电钻的声音就没停歇过 铁线满天飞 天气一热 戴着口罩干活真的很不舒服 刘勇是听外甥女的话 他手下的工人包括公阳在内 是必须要听他的话 为了身体 再不舒服也得戴着口罩操作 康伟和邵光荣两人的房子同时开工 白天黑夜的赶 其实两个月也装的差不多了 公阳对这份兼职简直入了迷 他给学校请假是来京城写生的 两个月来 让公阳成就赶爆棚的不是他写生的一堆作品 而是两套房子 从老旧 一点一滴在装修中改变模样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装修原来有这么多门道 刷刷墙 瀑布砖 打两个衣柜算啥装修 装修是把美学应用到实践 它应该是以人为本的 应该是赏心悦目的 不仅是美术作品才能感染人 公阳脑子里有了模模糊糊的轮廓 只是还不够清晰 干活休息的间隙 公阳取下口罩道 永叔 学校在催我了 我这两天就要买票回去了 公阳很舍不得 刘勇也同样舍不得对方 没啥大学生的傲气 也是穷人家的孩子 特别能吃苦 拿画笔的手能搬砖 能拉电钻 刘勇一开始给他小工架 后来就长到了大工 用得在顺手 人家也是来兼职的 不是他手底下的尼瓦工 大学生肯定不能总待在外面 公阳在京城超过两个月 也就只有美术生能如此自由任性 刘勇太太太肩膀道 行 这里工作也收尾了 你一直监督着 装修出来和效果图也没走样 我在照着效果图把家具和装饰板上 房子就算装完了 我这边把工资结算给你 刘勇 哪个是刘勇 有你的电报 送电报的在楼下喊 刘勇探出脑袋 是我是我 他满脸都是灰 难得送电报的人还不嫌弃 电报就是一张小字条 上面写着下小兰玉考565分 奉贤是第一名 你家闺女呀 不是闺女 是我外甥女 送电报的人也挺羡慕 外甥女又咋样 总归是家里的小辈 奉贤是从前都没听过 当565分的成绩 送电报的人能看懂 刘勇 恍恍惚惚惚 颤抖着手点了好几次烟才点着 拿着电报上楼 公阳跑过来问 勇叔 商都来的电报吗 刘勇呵呵傻笑道 小兰考了565分 公阳 你说 他能考个啥大学 565分 公阳看的那电报 写着预考奉贤是理科第一 眼珠子都红了 他虽然是商大的学生 艺术考生录取分数线不一样 理科能考565分 啥大学唱多都能挑选啊 刘勇偶尔也说 夏小兰成绩好 公阳不知道是啥样的好法 想来一边做着生意 一边念书 精力会被分散吧 他没想到能好成这样 公阳脑子里浮现出夏小兰 在火车上看书的画面 是了 他是够刻苦认真的 但这年头考上大学的 哪个不刻苦不认真 反正公阳周围的人 就没有懒懒散散 就能考上大的 刘勇还盯着他呢 公阳却走神了 康伟和邵光荣 正好结伴来看房子 最近这两人家都在装修 原本就是哥俩好 现在更是因为 有共同的话题而梦不离交 刘叔 休息娜 说了您不用那么赶 你们在看什么 隐私是啥玩意儿 眼下大多数人都没那意识 康伟伸长脖子一看 啊的大叫了一声 邵光荣被吓了一跳 赶紧问 发生什么事了 又有不开眼的欺负 未来大嫂吗 邵光荣摩拳擦掌 康伟大喘气 道 大嫂太厉害了 康伟不爱念书 但他知道想把书念好 也不容易 他对夏小兰的成绩 是早有知晓 上次在商都恰逢下小兰领期末成绩单 考了514分 是年纪第二吧 可514分和565分 差了超过50分 年纪第二和全是第一 差得也太远了 大嫂说要来京城上学 高考要是能有正多分 京城的大学随便挑 大嫂的唐姐叫夏紫玉的那个 考上的京城师范学院就敢抢男人 王大少不仅是家里倒霉 自己眼神也瘸 被个草鸡勾搭就跑了 倒把凤凰给扔了 优秀的人是干啥都优秀 做生意厉害 念书也厉害的 康伟余有容焉 邵光荣听他说完也黑黑笑 还不忘嘲讽到 这下我看佟莉莉还嘚不嘚嘚 预考还不是高考 康伟和少光荣爱脑补 都想到夏小兰风光进京 打脸佟莉莉等人的场面了 说啥家事不配 农村户口 往前数两代 佟莉莉家难道不是你腿子出身啊 佟莉莉家是好又咋样 要说个人能力也就那样 二十多岁的人了 还跟着一群大院子弟瞎混 汽车皮衣的 很酷吗 康伟这小子 自己都是别人眼里不成器的 还比试上人家佟莉莉了 他不拿自己和佟莉莉比 他拿下小兰和对方比 大嫂优秀成这样 成此歌为啥不选你佟莉莉 你心里没点数啊 这样的女人 就该被现实狠狠打脸 才能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 康伟把电报还给刘勇 很严肃地对邵光荣说 这次别大嘴巴 等嫂子高考完了 尘埃落定了 咱再炫耀 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呢 佟莉莉那小娘皮对 成子歌简直是有执念 谁知道会发啥疯 女人的心眼可不大 万一极度大嫂太优秀 跑去捣乱呢 高考完就不一样了 尘埃落定 想干啥坏事都晚了 到时候大嫂来京城念大学 和成子歌团聚 像佟莉莉那样的女人 也该消停点了 少光荣不敢大嘴巴了 上次吃日本菜 他已经很肉痛 那就是大嘴巴的代价 康伟跟着周成吃香的喝辣的 少光荣也想抱一抱大腿 可在京城饭店 佟莉莉和周仪等人出现 生生搞砸了 少光荣抱大腿的行动 少光荣能不恼吗 他的房子装修超预算 现在欠了康伟一万二 他简直讨厌死佟莉莉等人了 那些人的面子加起来最多是他负债的领头 装逼的是佟莉莉和周仪 欠债还不起的人是他少光荣 他赶紧表态 我一定谁也不说 就算有人用枪指着他脑袋也不能说 少光荣记着佟莉莉等人 搅黄他抱大腿的机会 想看佟莉莉被狠狠打脸 大嫂一定不要给姓佟的留面子 全方面捏压对方 让他自残行贿 这两人 看着预考成绩 表现得比刘勇还激动 反正夏小兰的预考成绩 从安庆一路震到京城 该知道人都没落下 周成也知道了 夏小兰亲自打电话告诉的 他也不是想炫耀 预考有啥值得炫耀的 他把预考当成是高考前的测验 对自己的水平做到心中有数 也能给周成吃一颗定心丸 考不了华清考京大 再不计还有人大 他这个分要报华清和京大比较冒险 除开这两所大学 其他就随便跳了 周成也压抑着心中的喜悦 高考只剩下一个多月了 小兰发挥稳定的话 考上京城的大学 手到擒来 他和康伟的想法不谋而合 预考拿了奉贤是第一 这事不宜声张 先要吻下来 等高考成绩摆出来 就能告诉家里面了 他妈就说小兰是农村户口 两人的成长环境不配 周成寻思着 还真是不配 喜欢文化知识学得好 她要是不充电深造 以后和小兰会不会没有共同语言 两口子鸡同鸭讲 时间长了感情肯定要出问题的 周成未雨绸缪 想得有点远 公兰给刘勇干活 不仅是设计师 还是装修工人 一开始 公兰是小工价八块一天 他也真够狠的 一个月三十天就休息了两天 剩下28天都在干活 大学都能考上的人 真要用心学个啥活学不会 装修工人应该会的 到了第二个月 公兰就全会了 会干活了 就要按大工的工价给 刘勇也不仅仅计较两块钱的差别 第二个月 公兰干的活少了几天 他是用写生的借口请了假 哪能不带点作品回去 反正刘勇按掉出工的天数 给公兰算工资 两个月他一共要拿464元 这是公兰干装修工的工资 另外两个订单 他给花了四套方案 一套就是50元 这份报酬下小兰和刘勇早上让好了 一共给公兰200元 然后是康伟屋里需要几幅装饰化 公兰收了300元 邵光荣也买了福大的准备挂床头 给了公兰80元 他跑一趟京城 待了两个月 居然一共拿1044元的报酬 公兰拿到钱都不敢相信 他家里条件不好 全家人累死累活的干 一年都攒不下200块 学美术的比其他专业开销大 公兰家里工得起 他向来是啥活都接 可从来没有哪一单火 能让他一次性接触到上千块 公兰还迷糊着学美术的前途 前途他倒是看出来了 一切发生的有点荒诞 是从两张海报开启的 但这真金白银的收入摆在这里 公兰还能下船吗 对艺术的追求 现实的无奈 金钱的诱惑 这些分杂的思绪在冲击着公兰的三观 是继续追求艺术 成为一名画家 还是当一个设计师 跟着夏小兰和刘勇赚钱 公兰下不了决定 学校老师催促他返校 他也只能买了车票 火车轰隆隆的开回商都 公兰没有直接回商大报到销架 反而中途转了弯 回了趟家 他家是个穷村子 每个贫穷的农村都差不多 公兰十多岁时遇到个下放改造的坏分子 那人是个画家 公兰才接触到了绘画这一行 画家说他有天赋 公兰跟着学了几年 竟真的考上商大的美术系 靠着绘画画 成为附近乡村唯一的大学生 考上的还是重点大学 所以 公家人虽然不了解 画画有啥用 但杂国卖铁都要供这些大学生 反正别管学什么专业 大学毕业总会分配工作 公兰就能走出贫穷的乡下 成为城里人了 他念了三年美术系 一点也没改善家里的条件 公家人过得比以前还省 就是想让公兰能多点钱买颜料 一年到头 也就过年肯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平时是半点油魂都不见的 除了公兰回家之时 才舍得割点肉 舍得煎鸡蛋 公兰这次是搞突袭的 所以他回到家 看见的就是咸菜四配面割的汤 一点油珠子都没有 汤清面少 公家人就吃这个 公兰以前也不是没吃过 这一次忽然觉得鼻头发酸 委屈 不是自己委屈 是替他家里人委屈 公兰他妈看见儿子掉眼泪 手足无措 要去给公兰炒个鸡蛋 公兰一把拉住他 摇摆的天平找到了归靠 当画家没有错 但他学着费钱的美术 让家人吃咸菜配面割的汤 这不是公兰想要的 他把在京城两个月赚的钱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 公家一家老小全部傻掉 公兰坚定道 我有钱了 以后咱们全家都能吃上鸡蛋 能吃肉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金钱的魅力是无穷的 和穷人谈钱 和富人谈情怀 这话没毛病 反过来就比较坑爹了 对富人来说 更多的钱能被打动 用情怀忽悠穷人是最缺德的 人家等着你下锅呢 你许诺以后给高薪给股票给分红 不如现在实实在在 把真金白银拍在对方脸前 画家为啥不能干装修的活 再说公兰还不是画家 只是个没毕业的美术生 他一共画了四套设计方案 每套给五十元 夏小兰就是在用钱砸他 方案其实是夏小兰设计的 公兰只是把它以彩绘模式呈现出来 等公兰能独当一面的时候 肯定不只才五十元的设计酬劳 至于他在京城替刘勇帮忙 没在夏小兰的意料中 这人倒真是能踏实赚钱的那种 哪个大学生会去兼职你瓦工 辛辛苦苦考上大学 可不是为了和你瓦工混在一起 将来要当干部 做办公室 工作轻贵又体面 公兰可真拉得下脸 在京城干了两个月赚到的钱 让他下定了决心 他决定要跟着刘勇干 然后跑去见夏小兰 表达了自己这个意愿后 夏小兰知道这个设计师 总算是抓在了手里 夏小兰提醒道 那你以后的工作 就要有侧重点了 设计师和画家完全不同 公兰能不能兼顾他不知道 夏小兰希望公兰做出来的装修方案 能兼具实用和美观 而不是取高贺寡的小众审美 后世北欧风流行到了国内 那是因为有市场需求 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崇尚简约而有质感的装修风格 照搬到84年的华国 认为北欧风好看的 可能十个里都找不出一个 简约低调 人们已经过够了朴素的日子 想要的就是华贵 欧式风格大行其道 因为华贵 因为富丽堂皇最能直观表现人们的日子在变好 夏小兰觉得干装修 可以引导客户的审美 但你不能把客户不想要的强行塞给他们 毕竟出钱的才是大爷 这是在做生意 不是替谁搞个人设计秀 夏小兰说啥 公兰就老老实实听着 毕竟在这方面 夏小兰比她厉害 哦不对 不仅是在装修设计 在别的方面 这个年轻的女孩也很厉害 越考565分 高考稳定发挥的话 她肯定会念比商大还好的大学 这样一个区域完美的人 公兰自认啥地方都抵不过 打从心底被折服了 自然会老实 预考的成绩在她预料中 全是排名挺意外 夏小兰身边人都还沉浸在这个好成绩里 她必须自己给自己降降温 高考可是转瞬极致 她自己还不清醒的话 预考的分数总不能直接当高考分数用呀 然后夏小兰接到了鹏城的电话 汤洪恩的司机小王问她 6月份能不能让人去一趟鹏城 有一个装修的单子会招标 她还道 你要是来不了 就让一个能负责的人来 对方考虑到夏小兰7月就要高考 并不强求她本人到场 但小王也说了 招标是很正式的 必须要有正式的资质 不能让领导难做 夏小兰直接道 来 肯定能来 替我向汤叔叔问好 谢谢汤叔叔 谢谢啥 谢谢汤洪恩提拔呀 从去年第一次去阳城 在火车上和汤洪恩同坐一个卧铺车厢 抱在鹏城的建筑工地上偶遇 夏小兰也算各种抱大腿 本来以为细水长流要花上一两年功夫的事 也是巧了 在渔村恰逢汤洪恩落难 一个人的成功 有时看自己的综合实力 也要加一点点运气 夏小兰觉得自己的运气就挺不错 不管咋说 她可算是抱上这条大腿了 她和周成出对象 当然也在享受着周成那些人脉带来的帮助 但汤洪恩这边意义不同 只要她不得寸进尺 不给汤洪恩丢脸 她和汤洪恩的关系比较稳固 周成的家世再好 本人再厉害 那也是她和周成好才能享受那些附加值 那万一要分手呢 她还好意思接受周成的帮忙吗 自己的人脉才格外有底气 夏小兰估计周成家人 不会兴高采烈赞同两人出对象 那她依靠周成才能游刃有余做生意的话 到了周成家人面前腰杆不可能挺的职啊 从感情和事业来看 汤洪恩抛来的橄榄枝都太好了 夏小兰想把事业长远发展放在棚城 周成再厉害 也是在京城呀 县官还不如县管呢 汤洪恩那派头 在棚城旗指式县官 夏小兰不需要官商勾结 她就希望在棚城能有个能震慑住别人的靠山 免得小人捣鬼 这件事 长远来说意义比预考更大 夏小兰早想注册公司 不仅是远回装饰 还有蓝凤凰也得注册 干脆这次就把事情一次性办好 夏小兰把事情托给胡勇裁办 老胡一点都没拒绝 道 你现在是要专心高考 这种琐事让我来 夏小兰在商都市委招待所把凡镇川给捏了 胡勇裁正想和夏小兰多来往呢 胡勇裁都做好打算了 这是个麻烦事 不麻烦也显不出他出力多嘛 比如买电视和洗衣机的时候 费了十分功夫折腾 为夏小兰就会记十分的请 可这次去办理注册业务 却一切都很顺利 胡勇裁简直摸不到头绪 他拖了人情有没有这么厉害啊 一直折服着 等待着要照服周家未来儿媳妇的红秘书笑而不语 可算被他逮到机会了 做了好事 又亲自跑去夏小兰面前说是不行的 但夏小兰还是很快知道了红秘书这个人情 上次蓝凤凰开业的剪彩 红秘书来得不情不愿 这次咱又积极主动帮忙了呢 夏小兰已有自己的猜测 刘勇听说要去鹏城竞标 更舍不得休息了 公杨才回商都十来天 康伟和邵光荣的两套房子都装修完了 刘勇要把这两套房子当成他竞标的案例 他心想 小兰肯定早想到了 才让我找人拍照 不仅是拍装修完的彩色照片 还有装修前的 前后有对比才看得出装修效果到底有多好 刘勇指挥着人拍照 康伟和邵光荣也要来验收装修后的房子 邵光荣的房子很酷 夏小兰给的设计方案 硬生生让这套原本没有客厅和饭厅的小房子 如今生活区域分明 用整面的墙割出客厅和房间不可行 那会把原本有采光的大房间变成一个暗室 房间外四屏的阳台被保留了 不过原先是没有窗户的 现在阳台外面封了玻璃窗 能自由开关 不影响通风 对房间的隔热和保暖却意义非常 因为房间和客厅 房间和阳台三者之间 都是和人腰不等高的砖墙 上面整面全是玻璃 钢架为金骨 半平方米大小的透明玻璃 拉开所有窗帘时 能让阳光穿透过所有的生活空间 客厅就是这样被隔出来的 在白小沙发和增加储物空间两个选择里 少光荣说是昏房 夏小兰就坐了几个小柜子靠墙摆着 铺上厚厚的垫子 她和小沙发没两样 能存的东西可就多了 四平方米的阳台肯定不能只用来晒衣服 那里可以放个小洗衣机 少光荣的床有点意思 床后衣整排都是衣柜 木工说没干过这种活 简直不能理解为啥有人要舍弃雕花的三门衣柜 搞一排衣柜在床后 刘勇坚持要请来的木工这样干 还拒绝了对方要把衣柜刷成红褐色的想法 让木工很不满 然则给钱的才是老大 木工还是按掉设计图打好了柜子 木工不满意没关系 当整体装修完毕时 少光荣很喜欢 没几个男人喜欢收拾屋子 这排柜子太讨喜了 不仅能装衣服 还能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装进去 这玩意儿 少光荣满意的程度和那个能喝酒的开放吧台是一致的 夏小兰当时说吧台能当餐桌 五个人吃饭没问题 少光荣想的是五个朋友聚会 酒就从吧台下面拿出来 这种舒心自由的设计 能把他一群朋友衬托得格外吐别 少光荣从前没觉得现在流行的那种红色家具丑过 看了他自己的房子 他浑浑噩噩的审美有了新基调 这就是他想要的房子 没有刺眼的颜色 窗帘也不是那种小碎花布 是纯色的 深蓝色的厚布料 白色的薄纱 这种搭配 让少光荣咋看咋顺眼 窗子只有半人高 窗帘却是从屋顶垂到地板以上十公分 他的这个屋子很潮 尽管受限于时下的装修材料选择 一些小细节不可能做到和后事一致 但夏小兰根本没选什么现成款式的家具 从衣柜到床 再到当沙发椅的储物柜 乃至于半开放式厨房的吧台 全是自己定做 水晶灯太贵 要超预算 和少光荣家的风格也不搭 夏小兰设计的时候就是自己做灯带和设灯 灯带便宜啊 小灯泡藏在吊顶里 也要不了多少钱 开灯时效果还特别好 唯一有个不好的地方 玻璃墙运用让采光出众 半开放式厨房却容易让油烟逃逸 擦玻璃是个很严峻的家务活 少光荣根本不在意 他自己基本不会做饭 这要把这里当以后的婚房也行 做饭有老婆 擦玻璃也有老婆 看了新房子 少光荣就拍拍康伟的肩膀道 你那钱我下周就还你一半 他就该把家里人领来看看 不说把装修款全得掏了 付一半钱是没问题的 康伟则不是一个人验收房子 他得带他妈回家看看 康奶奶听说房子装修好了 尽管知道宝贝大孙子要过几个月才搬进去 康奶奶也很舍不得 验收房子 康伟妈兴致缺缺 康奶奶也不奇怪 他这媳妇干啥都是这样的面孔 但康奶奶有兴趣啊 婆婆发话 康伟妈妈肯定要做做样子 如果说少光荣家是简约库 那资金充足的康伟 房子装出来的风格就是有格调的温馨 欧式的华丽能装 可那更像是酒店 没有家的温馨 康伟的家庭恰恰是最需要烟火气息的 天日适风的温馨 家里的整体色调很浅 原木色应用比较多 明快干净的色调 是康伟家的核心亮点 点缀和陪衬这亮点的 是公羊的话 是到处可见的绿纸 老笨的家具被清理得很彻底 这是一个新家 没有了往昔的一点痕迹 但它看起来明亮又温暖 康伟妈妈简直没办法拒绝 原本的兴致缺缺 好像多了点不一样的 主卧的大阳台被封闭 更改了主卧和阳台的结构 现在房子多了个琴房 被遗忘的钢琴就摆在那里 康伟妈妈会弹钢琴 她本来就是个雅致的人 哪怕此时还没有小资这词 康伟妈妈确实是顶小资的作风 那架钢琴 在康伟父亲牺牲后 她从来没有动过 阳台改的琴房光线大好 摆了许多绿植 吊栏就垂挂在钢琴上方 一切都在散发着无声的邀请 让康伟妈妈注意到那架琴 她忍不住掀起了琴盖 手指拂过琴键 流畅的乐声倾泻而出 康奶奶和康伟都没打搅 康伟妈妈弹完一曲 有点抱怨道 琴记生疏了 琴也该保养了 康伟马上嘻嘻笑脸的凑上去 她道 我明天就找人来给保养琴 妈 您瞧瞧这厨房 厨房也很好看啊 康伟觉得 她妈要是哪天在新厨房里 给她做一顿饭吃 也不用多复杂 就是一顿饺子就行 那就像在做梦一般 会叫她睡着也消醒的 康奶奶到处转转 房子这样一重装 整个家的气氛都变了 康伟爸都走了那么多年 总被人惦记着 对适者来说也不安生 小伟这房子装得好 你在哪里找的人 康奶奶随口问道 康伟一脸警惕 她又不是少光荣 她很是谨慎的 她妈和光阿姨挺要好 要是她妈知道了 岂不是光阿姨也知道了 她敷衍道 您问这个干啥 说了你也不认识 房子装修得够漂亮吧 康奶奶无可反驳 当然很漂亮 装房子的钱 是康伟自己掏的 孙子大了 自己能赚钱 康奶奶既骄傲 又有种小音 要离家高飞的失落 康伟妈妈看完厨房 忽然问道 你光阿姨说 周承处了个对象 她很不喜欢 康伟 你要是交了女朋友 先带回来 给妈妈看她好不好 康伟妈妈说的前半段 康伟一点都不吃惊 妈妈急得女人们 待在一起不说八卦 那可能吗 光慧为一向 和他妈挺要好 程子哥找的对象 关姨瞧不上 不能满世界去宣扬 偷偷告诉他妈很正常 康伟吃惊的是后半段 他妈在关心 他的个人生活吗 康伟有时候都怀疑 他妈谢云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在谢云自己的世界里 时间是停滞不前的 除了悲伤 其他所有情绪都被康伟父亲的离开带走了 只有这次 康伟从母亲谢云的话里感受到了一股热乎劲 尽管谢云自己的口气都不确定 他似乎在迟疑 这样过问康伟的感情生活是不是正确 说这话实没有底气 康伟已经欣喜若狂 他妈这是在管他了 康伟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道 那肯定会带给您看 他要是不讨您喜欢 我就不要 谢云没把他说的话当真 他只是忽然意识到儿子已经是个大人 而他也错过了很多东西 在他所忽视的时候 康伟转眼长大了 不仅能做主装修房子 还到了能出对象的年纪 康奶奶乔留母子俩气氛挺融洽 也觉得这个房子重装的对 他也在旁边天柴家伙的引导话题 问周成谈的对象是哪家的闺女啊 在圈子里 周成就是那别人家的孩子 干啥都行 把同龄人称的干啥都不行 他的感情生活当然很受瞩目 别说妈妈急的人无关心 奶奶急的也会八卦 康奶奶还是第一次听说 他也很好奇周成和谁出对象 到底是哪家闺女让光慧娥如此不满意 别说傻婆婆和儿媳妇是天敌的话 光慧娥要是这么个不讲理的人 她咋能当好周家的媳妇 那周成的对象 必然有光慧娥无法接受的短板 被两双眼睛看着 康伟压力很大 别人说不出个名堂来 从周成和夏小兰相遇之初 康伟就是见证者 夏小兰是啥样的人 除了周成 也就她最了解 她是很想替下小兰正名 想到和邵光荣的约定 康伟神神秘秘地笑着道 等两个月你们就知道了 谢云和婆婆对视一眼 康伟真的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主意 不过语气中压抑的得意劲是咋回事 那是人家周成的对象 是好事坏先不说 你得一个什么劲呀 刘勇找人拍了不少照片 又和康伟少光荣结算了装修费用 两人的房子都有点超支 康伟的房子预算是三万一千五百元 最后结算的时候是三万两千元 其实不收纳五百元 刘勇也不会亏本 康伟坚持要给 说不能坏了规矩 邵光荣的房子装修下来 也是超了一点点 一万零四百元 这两人都能接受 手里也是有钱的 把尾款结算给刘勇 刘勇在京城的两个装修订单 就算完成了 他要带着两个工人回商都 京城再大再好玩 他们也离家两个多月 大家都想家了呢 把各种工钱和材料 钱结清后 刘勇发现两桩生意 他赚了有四千块左右 这还是熟人价 当初报价时也没想着大赚 但这利润 竟和他搞走私时也差不多 因为是熟人 康伟和邵光荣 先期给钱和后期结账都特别爽快 没让刘勇垫多少钱 走私当然很赚 但钱大部分都被走私的大头目赚了 刘勇只是个小合伙人 能分多少利润 走私和装修 装修更辛苦 工人非白不歇的连轴干了两个月 刘勇也和他们干一样的活 能亲力亲为的时候绝不夺来 他不仅要干活 还得操心整个工程效果和进度 设计效果图摆在那里 要怎么装修成一模一样 刘勇也是带着工人反复试验的 他外甥女孩说 装修头几年不一定能赚多少钱 主要是先熟悉这个行当 先累积经验 先抢占市场 刘勇却已经挺满意了 走私要冒着风险 这四千块钱可是干干净净的 两个多月 他赚了四千多块 还不如李凤梅从服装店里分的钱多 但两者性质不一样 装修的生意刘勇能干下来 哪怕磕磕绊绊 到底是在刘勇能力范围内 叫他去卖女装的话 明知道会大赚 那也太为男人了 刘勇也知道 以后的客户不会像康伟和邵光荣 这么好说话 这时候没有多少人家会拿出上万的钱来装修 就算他能接到别的房子装修订单 可能整个单子就是千把块的预算 他能从一千块里赚到二百块都不容易 那有啥关系啊 预算少的装修工程 花的时间肯定也不多 刘勇寻思着 这行头几年或许没多赚 但养家是没问题的 带着赚到的钱和装修用过的设计图 还有装修后的一叠彩照 刘勇回到了商都 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刘总 这时候的国内公司法还没有颁布 私人注册公司还未对自由流动资金 有最低数额的规制 要不然只是注册资金 就会让刘勇的远徽装饰捉襟见肘 当然 法规还未完善 想要注册公司那就十分不容易 能不能注册都是模棱两可的 关键时刻有人说句话比什么都强 这一点刘勇是沾了夏小兰的光 夏小兰却是沾了周成的光 侯秘书才会主动帮忙 刘勇回商都后 一番接风洗尘是不必说的 李凤梅心疼他瘦 刘勇把赚到的钱交给老婆 自己也很有底气 从去年他受伤后 也就成了靠老婆养的闲人 服装店大把大把的赚钱 刘勇这边毫无镜像 李凤梅虽然不会说啥 他自己心里不给劲 现在好了 他终于又能重新赚钱了 腰杆挺直的感觉就是爽 李凤梅问 你这两个月在京城 是没吃饭吗 刘勇本来就瘦 养伤的时候整天吃肉狂补 好不容易养胖一点 跑一趟京城 那点肉全掉了 看上去人更瘦了 李凤梅心疼 他自己不太在意 道 我多大的人呢 能不知道吃饭啊 你先别打岔 让小兰好好给我说说 蓬城竞标的事儿 电话里听得糊里糊涂的 那我就给您仔细讲讲 虽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您具体是要竞标哪个工程 但拿下这个单 您会打开蓬城的装修市场 蓬城有多少房子在修建啊 凡是公司单位性质的房子 可不是红砖水泥修个框架 就能满足的 都需要装修 而他就能不能竞标成功 竞标成功后 又能否保质保量完成订单 都关系着汤洪恩以后 是否会继续造福 就像司机小王说的 领导难得开口帮忙 不能把领导的脸丢了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